みなさん ようこそ 我是戴愛遊戲的魔王城老闆 宇峰叔叔 歡迎收看暗影快訓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季 我只花了8天上GM了 終於可以玩一堆的快樂牌組了 不用有那種掉分的壓力了 結果沒想到正當我爬完分之後 就宣布了砍卡的消息 那麼在開始分享看法之前 請先幫我的影片點個喜歡 好幫助演算法推動 你的一個留言支持 觀看業配直播 或者是影片都是額外支持的方式 最近開通了圖騎的頻道 想要看超市下的叔叔的 可以點擊追隨哦 好的 那昨天的時候正當我開台 跟大家討論說什麼職業有可能被砍後 官方馬上就釋出了砍卡的消息 請教我全場的真預言家 先上影片 欸你們覺得財寶有沒有機會被動啊 我看那個圓餅圖啊 財寶黃40%使用率 可能35%耶啦 剩下全部都是其他職業 你覺得可能會動誰 其實我覺得有點難動耶 優格可以動的 那個東西叫做 氣色猛踢 好的那麼雖然說大家都已經看過 但還是要就是再拖一下台前 讓大家再複習一次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一次改動的卡是什麼東西囉 2023年的11月5號的平衡更新 差不多是早上的時候 9點更新到11點左右啦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張牌 被改動的卡是氣聖T級 由原本的與障礙卡片劑融合10 直接融合從折卡 就可以變成氣聖猛踢 現在的話要多一個就是協作10 才能夠將這張牌融合變身為氣聖猛踢 那這個改動來講的話 我覺得算是非常的可以接受 也確實很嚴重的影響到了 財寶皇的發揮 這原先來講的話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喔這張牌到底強在哪裡 首先如果你是有三費的千金 搭配到一張的氣聖猛踢 你就可以直接零費猛踢 讓你的千金變成55 三費55真是破天荒誇張的強 而等到你打到後期的時候啊 他也可以等於說是零費幫你去過牌 去找到88羅斯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財寶 甚至就是剛好你去吹個財寶 剛好找進了一張 你可以補財寶的 你就會滿足那個七次財寶這個條件 又或者是在前期的時候 你可以隨便亂踢 然後去換到羅傑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在皇家內戰當中 欸我應該蠻有資格可以評論皇家內戰吧 畢竟就是我大概打了近百場的皇家吧 我覺得這個版本 皇家內戰當中啊 如果對面要刻意的跟你做一些的交戰 像是他前面一二費時拍了劍刃到這裡 你可以故意把這張給踢掉 那他就無法就是多換到一張短劍 有時候就會影響到這整場的戰局 這是我覺得氣勢猛踢 比較在內戰中噁心的地方 而且他還能夠去延續優勢 假如對面就是沒辦法途徑的話 你這邊一費直接大洋刺猴 然後二費就換 他直接補了一張的二二重者 或是他直接補一張的一二重者 你就可以把他踢掉 你再補一張好條炮手 然後接著的話 他還是沒辦法解的話 你就是接著就連續的開炮 很多場我都是靠直接打一個準時的節奏 一二三 然後連著下氣勢猛踢把那個對面的場面給瓦解掉之後 這一場就差不多就要贏了 但是呢其實我們昨天還有跟各位的女花娜們 討論一些財寶皇的改法 現階段而言來講的話 我自己覺得啦 雖然說大洋刺猴跟海嘲炮的時候 都已經算是還蠻誇張的牌了 但其實這些購主來講的話 都算是可以理解的強度啦 真要說的話就是大洋刺猴 可能可以去限制他一回合中可以抽的數量 不要讓他可以無止盡的綠牌綠牌綠牌 但我覺得不改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虎斯的移編之後啊 我覺得最能夠改的一張牌 反而是這 上個版本還是上上兩個版本 所新增的大海征服者羅傑 他這個入場取的效果啊 如果把他改成回復自己的PP一點 哦那就差很多囉 讓他可以在試費準時下的時候 更沒有操作空間 因為如果你要強行打這兩點傷害 就一定要把兩個財寶 第一個財寶會回PP 所以你可以直接無痛打出 第二個財寶就會換你PP 這樣等於說你就是硬去搶這兩點之後啊 你就不能做事了 你跟我想說這會差在哪裡 首先如果啊他多了PP 可以利用來講的話 他可以在旁邊補一張大洋刺猴 多拿一張的財寶 或者是他在旁邊補一張的那個賤人盜賊 也可以幫你多拿一張點財寶 就要他有辦法交正到 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你可以去拍一張的淑女多撲一張場 或者是直接用投入賓妮 去幫助你快速的綠牌 總之只要是一費的東西 都可以直接搭配到超級快樂 所以我覺得改邏輯 也是可以理解的範圍內啦 那這樣在更缺財寶數量之後呢 就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你就更難去C到就是7費的時候 準時的88螺絲 因為如果你要7費的準時88螺絲 OTK來講的話 你必須要就是進化到怒透到副傳者 而且還是要拿到海賊旗 然後去把你的海賊旗降成0費之後 搭配到一張的海潮砲手 跟一張88螺絲就是7費時20點OTK 那這樣比較難去達成來講的話 就會讓財寶王穩定的斬殺拖到8費 我就覺得 欸 這樣還蠻不錯的 只不過以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這樣改之後啊 財寶王就有可能會被耶拉給靠爆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呢 耶拉可能也要跟著被改下去 才會比較理想一點 那至於耶拉要怎麼改呢 我最後的時候再做一個分享 因為還有下一張 也是改版的牌 我們就不要再聊太多 等等的話再做一個補充 下一張牌是一張BUFF牌 就是圖印的與死魔的契約 原本的能力是一費法術 使自己戰艦艦的續機 加以變成成為了 召喚一個大敵之魔偏到戰艦艦的效果 說實在你可能覺得這個改動 嗯有什麼用沒什麼屁用 但是這個真的是 算是很基礎的改強 因為你一費都可以直接拍 減少卡手的機會 他也等於說是 就是另類的智慧之光 圖印版本還多售你一個圖片 這樣想就是超級強了 但是啊 似乎救不了現在巫師的定位 我們來看一下GameWiz表單喔 首先依照GameWiz的那個 TNK表來看的話 我們T1斯大斯的是 財寶皇跟耶拉主教 也確實的就是證明 那個圓餅圖是對啦 幾乎就這樣然後牌組在玩 那處理說來的話 我覺得當然應該蠻有感的 就是武裝龍族在T2 以及就是進化吸血鬼 還有機械復仇者 那再來的話就是巫師的下棋 狂亂吸血鬼以及精靈 還有結晶教的部分呢 那我自己私心會覺得啦 欸復仇狂亂那一套是蠻有機會可以上到T2的 那至於純的狂亂來講的話 現階段還是蠻好去算到傷害的 所以真的沒有那麼強 但是他要評為T2或T3都是可以的 但你會發現這些職業全部算下來之後 沒有死靈 屋師至少還有一套的西洋棋嗎 你還是可以靠賽前面加爾堆到那個離場 就可以做到一個很大的壓力 但是死靈完全不見耶 這樣的話這一點就蠻奇怪的 就是他只增強的就是一張的土印 屋師體系的牌 然後官方似乎沒有要拯救死靈的意思 我是覺得啦 死靈如果真的要加強的話 可能去加強一下前中期的結場的能力 或者是讓你交出來從這可以獲得一些抗性 應該就會差不多了 但是這一版本的死靈玩的沒有到太多啦 所以我也比較不予置評 最終的結論就是沒有加上死靈 真的是還蠻怪怪的了 好那麼最後還是要來聊聊 就是皇家下去了之後啊 環境中到底會怎麼樣去變動 我自己是覺得啊 原先其實皇家是可以克制主教 我自己爬下來的感想是這個樣子 至於為什麼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就要能夠在前期的節奏直接打滿 一費不論是下劍刃盜賊或者是淑女 二費直接再鋪一張的武鬥家 或者是海巢泡手 甚至你去鋪米迦勒 通常以現在的構築來講的話 他是沒有千金的 沒辦法在前期一時抓AOE 然後你就可以一直打財寶一直打傷害 然後再來三費的話 你再去補什麼 呃武裝經典大三盟 然後氣聖T級 如果比較誇張就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大洋刺頭 打兩種那樣財寶可以過牌 又可以再摸兩點傷害 然後等到就是他真的要葉拉回合時 他頭也差不多快要破了 到時候啊你就可以就是直接用羅傑去帶走啊 或者是用巴巴羅斯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那個機器人 你就讓他去拿到一個海賊旗 或者海賊旗就可以坐死了 我自己打起來沒有到很裂開 差不多也沒有到大洋開 差不多就是5.5到4.5吧 就是大概皇家是5.5就沒有覺得說特別的難打 所以我覺得如果皇家又再下去的話 那麼主教應該就會滿滿的都是主教囉 那如果主教真的要跟著一起改的話 我目前現階段的想法是覺得也是啊 這些牌很像都沒有太多可以改動的空間 有些人可能會比較直覺覺得說要去改戒律的見點 讓他不能去穩抽巴鈺的從者 或者是讓他的抽牌是看得到怎麼抽 然後也可以增加就是艾露拉帶的那個出產的機率 或者是讓加一個那個不能抽到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 但是呢其實也有一個想法就是 欸我們皇家都如果這樣砍之後 斬殺會拖成了巴菲嘛 那如果葉拉也改成巴菲才能夠斬殺 說不定也會有一些的影響 像是我們的神域的啟程的真的啊 可以把他改成為陸傳局回復自己的PP3點 以往你知道多誇張嗎 你只要能夠在6費的時候偷蹲戒律的間諜 7費的時候一張葉拉配兩張的2 直接就跳起來燒場加打頭加全場的buff 到底有哪一張牌可以同時間燒場打頭buff 奶血守護還加一個抗性 所以我覺得把他變成一個8費穩定啟動會更為理想一點 讓他就是自己拍就沒有到那麼強 那至於8費你可能會想說 哇艾特就會直接拉出來嗎 我覺得進來都讓他打到buff了 那也沒關係啦 看著辦 反正原本就是buff很強嘛 那至少7費讓他無法去提前斬殺 你可以多做一些的布局 如果官方這一次最主要不砍的原因 我覺得也有跟一張牌有關係啊 就是漆黑的死圖 接下來明天改版過後的新版本 我覺得大家都要去帶滿他了 因為椰拉噁心起來的話 也確實只剩下這一張牌 可以把所有潛行的間諜給挖起來 或是一個椰拉buff的 全部的魔傷的抗性的盾給沒收 就要靠這一張了 這一次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們對於哪張卡應該要去砍 或者是哪些牌還需要去做到加強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的朋友吧 我是魔玩城的老闆宇峰叔叔 那我們下回見囉 將內 為了 可